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是不是可以拍vlog呢 而且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好久 我尝试过自己想 我尝试过问朋友 我尝试过看一些知名vlog的解读 但是今天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我为什么要问我可不可以拍vlog 如果说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就去做呀 又没有人拦着你 其实问别人可不可以拍vlog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 我想拍vlog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拍出大家喜欢看的vlog 我不知道我拍vlog这件事情 会不会变成一个性价比极其低的事情 就是我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最后做出来一大堆没有人看的东西 我害怕自己的付出没有收获 但是这个问题更核心的点是什么呢 谁能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 谁能够帮你预判 你这个人做vlog一定能成功 谁又能比市场本身更了解市场 比观众本身更了解观众 所以说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你在做自己害怕的事情里面缺了一点的勇气 所以你在拖延 所以你想说啊能问问别人的意见 看别人怎么说 这样是不是更加的考虑周到 这样是不是更加的负责任 这样是不是给我前进的道路多了一点点的信心 所以呢今天的视频最后一个非常摆烂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没有任何特效没有任何BGM 没有任何的fancy高大上的东西 为什么最后选择这么质朴的一种形式呢 因为我觉得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想 我要以什么样的桥段 什么样的素材 什么样的引人入胜的方式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拖延 最重要的是你想要分享的内容 做就完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 感谢观看